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今年度 有没有一些 你私心觉得很厉害 或是推荐给大家的商品呢 今年有做新的夹子 新的夹子 在这里 这是取自和服腰带的概念 然后我们自己裁切布条 然后去压布条 然后去折 然后我上面还有配一个 我们台湾的线 那个线是台湾发明的 然后它叫如意线 它是扁扁的 有点像中国节的线 但又不是像中国节的线 是圆的 然后它 我用水影的那个折的方法 去折出一个花盘 然后缝在上面 就装饰它的意思这样 然后我觉得夹起来还蛮好看的 不管是侧边夹或是盘法 都蛮好看的 嗯 肝仔有试过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地方 都蛮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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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 こう看的 都蛮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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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涵水 有没有推荐一个 你觉得特别可爱或特别喜欢的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呢 这只猪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可爱的东西 然后这只猪做出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可爱 又温暖的感觉 然后就是很多人喜欢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个猪 他的表情还真的很可爱 就是看起来都很像 可是其实他们因为手做所以都不太一样 就是表情还是有些微的差异 然后我就喜欢玩就是配色 就是每一个配色衣服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觉得配色蛮好玩的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甲子店 要給觀眾朋友的 就是這個兼杯包的系列 兼杯包系列 然後因為我有設計 就是不同的花色可以參考 然後圖案的話有些是 都是我自己研發的技法去染製的 所以每一款圖案都不一樣 然後它因為容量很大 就是也很耐重 都背起來蠻好看的 對 容量還真的蠻大的 然後一個商品 它染製定色需要一個半月 到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它顏色是很飽和又很穩定 就是它清洗的話也不會暈開或褚色 我覺得這個布料摸起來 滑滑順順是有特別選過嗎 對 沒錯 因為每個 就算都是棉布 但是它的織法不一樣的話 它染出來效果就會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染出來的就是我很喜歡的效果 所以我才選用這種棉布 然後像那裡的話也是我們特別定製的單寧布 像這樣 嗯 為什麼會推薦這款 是因為就是 大杯其實都蠻好看的 對啊 我覺得它是百搭耶 這種繁布袋 繁布袋嗎 可以說是繁布袋 還有香港顧客說是購物袋 對 然後因為我的花色就是有設計很多不同的風格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挑到他們喜歡的花色 嗯 Ellie 重複製 她是不一樣的 可以請你介紹一下你的商品嗎 好啊 像這個是我的品牌精神的商品 然後它這個是叫豆盆 那日本它的說法是豆盆 豆是很小的意思 那台灣都做了迷你盆 那我做的這個尺寸是一吋盆 然後可以搭配就是多肉植物來種植物 可以去花市買多肉的一吋盆 其實這樣種起來 超可愛的 那我當初會做植物 其實它是我的第一個品牌的陶座 那我當初其實是因為 其實每個人成立品牌都有原因 那我當初是因為其實生活還 其實蠻需要療癒的 應該這樣講 然後我自己本身有在種迷你植物 所以其實我當初在製作它的時候 會有點小互動 我都說這是一個叫小劇場 你會發現他們兩個 這樣他就可以對話 欸 真的耶 所以你在教學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們講說你很煩欸 你那麼小朋友一天要教你多少次啊 然後他們就可以互相講說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可能我今天上班下班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也可以藉由他 然後花一個對話泡泡說 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藉由來宣洩 譬如說抱怨老公啊 然後抱怨就是可能公司的人啊 那個老闆 好多畫面喔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可以湊成一個小劇場 所以很多客人知道之後 他也會買個兩種兩隻 然後或者是說表情不一樣 看來看去然後他就可以對話 那甚至很多是特地來找他們家的貓咪 對 然後就會更有收藏的意義 那如果說你覺得種植物壓力很大的話 其實我前陣子有跟一個就是品牌 花藝師他綁了一個迷你花 那他把它放在裡面之後 其實也很像一個小植物 然後放在辦公室也不需要澆水 就已經懶到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維持一個美觀 然後所以也不用壓力那麼大 如果真的真的不會中也沒有關係 這樣大概是這個樣子 請問有沒有推薦的厲害的果醬給觀眾朋友呢 當然有囉 就是我們家的這個美酒紅星巴勒 那這一款我們經過很久的研發 所以日本的美酒 然後加上台灣的紅星巴勒 所以有台灣的味道 加上國際的口感 對 所以我們參加這個世界比賽 對 就是全球純粹風味獎 得到米其林兩顆星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嗯 好吃 非常好吃喔 對 而且我們家又是做減糖的 比較健康 然後純天然舞添加果粒滿滿 而且很有誠摯感 好可憐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没有你推荐你的商品可以给观众朋友的呢 主要是就是一般对中国节的概念都是比较传统 比较不会把它带在身上 那我就是把它研发成你是会带在身上的 尤其是像中国节的饰品在日本圈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自己觉得中国节很怂啊 可是其实日本人爱不释手 所以我这个的学生有九成都是日本人 那我还把就是结合日本木木柯人形的技术 然后加上中国节做成法式 那利用环保的也是有做就是像块架的部分 对 它是环保的 它的秘密我可以说 就是它里面其实是牛奶子盒 对那我要顺便帮那个牛奶子盒 就是告诉大家以后你不用买活种了 它是很好的生活材质 对 这真的是一般人不会知道呢 对 然后像露营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砧板 砧板 没错用完就丢 对啊 然后它又防水 对又是环保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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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